针对美国的挑衅行为 我们在不有事不怕事的基础之上 奉行红剑必跟来机必捷的专业应对原则 对美方的挑衅行为 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回应 据美国媒体北京时间5月27日报道 中方两架坚实战机于5月25日 在香港东南240公里空域 对美空军一架P-3巡逻机进行拦截 最近距离约180米 请与证实中国国防部对此有何评论 对于记者提问 我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 美方有关说法与事实不符 5月25日美军一架巡逻机 在中国香港东南空域实施侦查活动 中国军机依法依规 对其进行识别查证 有关操作是专业安全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军数次派出舰机敌我当面海空域活动 侵害我主权安全 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 这种行为是造成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源 我们再次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措施 加以改正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军队将坚决履职尽责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行径屡见不鲜 尤其是对他国主权的肆意侵犯 但是他国是他国 中国是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作为军力正在崛起的一个大国强国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受美国的窝囊气 曾经的新中国鸡贫鸡弱 我们尚且敢于打响抗美援朝 事实也已经证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没有什么卖不过去的砍 也没有什么闯不过去的关 在中国面前一切的动客 丝毫不起任何作用 而今美国依然不忘冷战思维 对中国大力围堵 试图用强力遏制中国的崛起 包括构筑针对中国的国家间政治同盟 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捣链战略 对中国进行三道封锁 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 将60%的兵力部署于亚太 对中国进行武力威慑 在中国国周边 美国军事基地密布 这一切的一切 都在直指一个事实 那就是美国依然不想 让中国与它平起平坐 一旦出现机会 就会进行疯狂攻击 现在中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而美国在南海方向的对华博弈 却日趋惨败 进而对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领导地位 也构成了冲击 能有队伍趋于土工瓦解 美国自身也面临诸多问题 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能力严重不足 在此背景下 美国使出了最后的招数 那就是依托纯粹的军事蛮力 试图进行搅局 但这同样不会阻挡中国的稳步推进 更难以遏制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所作所为 不仅缺乏战略思维 也背离战术原则 从中国的反应来看 美国也应该意识到 我们根本不怕出事 不过是不想惹事 但凡事都有个底线而已 而对于我们动辄呼吁的多合作 不对抗 这并非是中国怕了美国 而是我们不愿意选择战争 而是多为人类 谋福祉 为世界谋和平 以中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 对于战争所必须的基本要素 包括人口 金钱 装备国土资源战略纵深等等 我们完全不惧任何国家 况且南海又被靠大陆 有周边国家的政治支持 因此美国应该面对现实 不要再以航行飞行自由为借口 肆意侵犯 我领海领空 不然万一哪天不幸发生意外 将对美国的国际信誉 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国的那些侦察机 不是一架一架被打下来了吗 而经中国的导弹 显然比当年更有威力 无论如何 中国的宽容与理性 都不应成为美国肆无忌惮 飞扬跋扈的理由 航行自由更不是横行自由 希望美国能痛改前飞 不要再做损害中国利益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了 这样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 迟早都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